是不是要邀請一下我們這次的主辦單位 就是豹哥 他也是這次的比賽的一個選手 那我們是來訪問他一下 我們來採訪一下豹哥 因為他畢竟是我們的主辦單位嘛 然後既然賽事已經結束了 我們就來聽聽看 其實的話 其實的話這邊國服和台服一直都是有交流的 就是靠豹哥這樣的一個中間的角色在連線著 以前豹哥也是在我們內地的直播平台也是有直播過的 最近當然啦 最近 這個不能說 這個不能說 這不能 這要幹嘛 喂喂喂 來來來 豹哥登場了 戰犯登場 怎麼了 沒有啦 這也是非常感謝豹哥為了我們這10周年的表演賽打出一個 我覺得是非常精采的就是兩邊的一個交流一個 一個想法一個ID 然後 帶來這個我覺得是非常精采的一個賽事啊 然後也是辛苦豹哥 辛苦 所有參賽選手跟觀眾們 那豹哥有什麼話想要對觀眾們講一下 那樣子 剛那一場倫敦我跳了 我跳了兩次 吊橋 因為我一開始卡巴格 然後 我會 之所以原本是想要用表演賽形式啦 那至於為什麼會弄成雙幅表演賽的形式 是因為 我想很明白的讓大家看一下台服在這三年沒有比賽 的時候 其他兩服已經超越了我們多少 好 那看起來 今天的表現也是很讓大家能夠明白 我們少了這三年到底失去了多少 所以我希望之後會有更多的比賽更多的曝光機會 會讓各位的 更多的車手包含這一次崛起的包含是什麼 困憑 致重 這些業餘選手都好 讓這些選手有更多能夠表現自己的機會 要不然的話只能這樣自己玩 我就太 太局限於 就是 就是太 你太可惜他們啦 太可惜自己選手了 那其實這一次比賽 說得也是我臨時突發奇想想要弄的 然後後來也 這本來是只是一個構想 然後後來是找到小草問我說 我問小草說 小草 我出六千 要不要弄比賽 小草說好 湊個整數四千 然後就比賽要弄起來了 然後我就開始去聯繫黑糖 聯繫 聯繫一些周邊的人 然後來弄這個東西 其實這一次比賽最重要的核心人物就是黑糖 因為沒有黑糖的話 其實這個比賽 完全沒有辦法弄得這麼好 你知道其實像 像國府那些的比賽 TRY那些賽制聯盟 其實都看 看黑糖的OV 還有看我們台服的轉播視角 都覺得很專業 所以我真的是特別感謝黑糖 真的是辛苦 真的是辛苦 然後還有這麼多的玩家 因為 我可能話久一點 可能讓我話久一點 因為很少講這種話 就是 這麼多的玩家讓我嚇到 因為那時候我在弄這個比賽的時候 預計出估的人數 我們在拉散數 在跟他們提的時候 都預計大概在兩千到三千 人數 結果沒有想到 就平均人數大概在五千左右 然後收官站 今天收官站 還有一度重到七千 六七千七 我是其實是蠻驚訝的 那也很 也很慶幸 還有這麼多喜歡看卡丁車的觀眾們 在 這邊 在觀看 不管我們今天的表演賽 結果是好是壞 至少 讓大家看得盡興 看得開心 也是很重要的 對 然後也很感謝其他 還有五場的賽評主播 包含了碩月 包含了阿貓 包含春春 還有很多的 五場的賽評主播 還有國服的 其實我們好幾次都是人力不足 然後才從國服這邊 掉拳手來 我還很不好意思跟他們講說 我們可以來一支一夜合作嗎 真的是蠻不好意思的 其實我是蠻想來的啦 因為的話去年 我也跟豹哥分享過說 我們這邊這個 專門做賽事的這個TG部門 想去邀請你們 百分的選手來這邊 做這個比賽 打這個比賽 其實我們做這個卡琳珊 這個賽事 無異於是去推廣這個遊戲 對吧 在推廣遊戲的基礎上 然後讓大家這個遊戲水平 能夠有更高 更快的一個 更快的一個發展 所以呢 我相信 怎麼說呢 最近我們這個TG 賽事聯盟這個比賽 其實也是面向整個 整個就是 三輔的嘛 對吧 也是希望你們能夠多來 和我們交流一下 我們也是很期待 能夠有這樣的一個交流的機會 嗯 這肯定會肯定會 那其實也 包含碩月啦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比賽也 透過碩月 然後跟橘子去做溝通 然後 公道很多事情 那特別感謝橘子 因為橘子 他們真的很辛苦 橘子這一次的宣傳活動 也是做得非常非常足夠 包含了像我們卡琳修的跑馬燈 然後再到他們的宣傳的 官方網站的一些粉絲團 然後還有一些公告 其實橘子也幫了很多 很多的忙 然後還有我們TT躍躍 然後還有 包含了我們的 平克直播 還有AKL 這些的贊助 其實都是 都是很感謝他們 如果沒有他們的話 我們這次賽事 不能辦得這麼順利 然後獎金不可能那麼豐富 獎品也不可能那麼 那麼棒 所以還是蠻感謝的 那接下來就是 人氣王了嗎 那我們請碩月來公佈一下 OK 接下來是 感謝時間已經過了 那我們先來公佈 我們現在目前 大家支持的選手 人氣王 我們來看看第一名 是周杰瑩 982張票 那我們來讓可可 豹哥來繼續公佈後面的名次吧 對後面名次都不重要啦 反正沒兩千塊 好第二名是3K 然後以這個230票 然後稍微落 些許差距落敗給我們的周杰瑩 TT也是他的隊友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公佈315 之中334 這些其實都是34名 不過後面不重要 那其實今天的看點 除了表演賽之外 更重要的是 讓大家來關注一下這個正規賽 在這麼多的車隊中 脫影而出的是我們的 嫩咖No.1 他是在這一次的賽事第一名 那其實在這一次比賽中 也相信大家看到很多 每一支車隊都有一個明星選手 那這些明星選手帶給大家 都是一個很好的表現 還有很良好的口碑啦 除了有一隊 那一隊可能觀眾比較不喜歡 但是其實他們出發點也是好的 可以大家可以體諒一下 那其實這一次賽事算是 圓滿收關啦 圓滿收關 那其實 嗯其實蠻開心的 那黑糖有什麼話想說嗎 黑糖開麥好不好 黑糖 沒有 感性 感性的一個時間 對讓黑糖稍微講一下 因為黑糖也是 像你剛講的 來了一個 就是播報一個月嘛 每一場都會有他 把一支你沒弄埋 好啊那 那蘇月還講個這樣話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比賽真的非常贏 因為其實玩卡丁車 其實我從 也是跟你一樣是2017年 就加入了一個玩家 那現在都已經2017年了 整整的10年 這卡丁車在我們的 歲月跟10周年已經過了整整10年了 然後還有一個這麼精彩的一個賽事 當初你在跟我提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出發點是非常好的 因為 卡丁車10周年有多少一個遊戲 可以到達10周年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賽事做的非常的 非常的棒 非常的讚 對 對 你看10周年的遊戲沒有這麼 沒有這麼 這麼好弄到10周年啊 而且這些10周年這麼盛大 然後也邀請到這麼多的贊助 然後還有這麼多人觀看 今天首冠戰真的算是一個圓滿 好圓滿完成 圓滿 對沒錯 那好 那我們今天比賽10周年 我們終於做一個完美的Andy 感謝各位 那大家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 算是一個 沒有雙碗战 有圓滿的 都輕輕放下 山津南的 так 圓滿到底 我辛苦了辛苦 好辛苦了啊 辛苦了 辛苦了 好嗎 好不好 對不對 辛苦 不辛苦 真的 一個月 我們這樣堅持下來 希望以後再次能夠有更多的交流的機會嘛 對吧 嗯 肯定有更多 因為那邊TG還真的是有想法 為何你們就是 濃縮的交流 嗯 不可能 現在還在放歌對不對 要不要讓小草和他也講幾句話 不然小草沒講到什麼話 小草好像就算是主辦機一樣 這首歌放完了 我剛剛我都跟大家講說有彩蛋 然後你再講一下 你可以說 誰我的人看這邊 你是不是剛才有點哽咽啊 這不像你平時的聲音啊 沒有啦 我感冒又發燒 啊 這樣 我還以為你 我還以為你 上次看了你 那個解說以為你牙吞 感冒了 你就走了 十幾個禮拜 你才有說幾句話 你自己聽到我做什麼 我更知道你這個鍵 我還有那個我做什麼 你其實決定 你這隻擋了 你還沒把你 你啦 你整個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你還沒想到 接着吗 所以我现在讲了这些 哈喽 各位 收看 好 我们去看一下 好 我们去看一下 字幕作詞 字幕 李宗盛 歌結束了是不是 哈囉各位收看 我們CAMMANIA CUTTRIEDO的頻道的觀眾們 我是小草 其實我是臨時上來被卡一段講的話啦 這不是安排好的 然後我回來玩到現在已經 九個月了 那中途其實我自己也有做了很多改變 那 我自己的想法是 我覺得 這個遊戲對我也很重要 那我 在我離開的時候其實有 發生蠻多的事情 因為我離開的時候是完全沒有 關注這個 因為畢竟我自己是有點 陰影算是有點大吧 可能這樣子想就好了 但是我覺得回來到現在還是有這麼多的人 因為回憶然後再次投入到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對我 甚至對大家 都是一個我覺得蠻有意義 然後 很值得大家再一再回味的遊戲 那雖然說 我覺得 我沒有打得很好啦 我沒有打得很好啦 對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就很開心 還是可以看到這麼多人 願意支持這個遊戲 然後 支持 選手們 我很開心 很感動 然後我也希望 讓我們未來還有 更多的這個比賽能夠 繼續進行 好 沒有沒有人要接我畫畫是不是 嗨 好 那 我跟小草也是 玩了十周年的一個老朋友 老大 那其實小草講出這麼多感情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 這樣那個 春春也來講一下話吧 我上的是蓋雨 在布貓的土壤發揚 跟希望 有我們堅持 微笑的模樣 有我們堅持 微笑的模樣 這樣有嗎 RC收音喔 喔 喔是RC收音喔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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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現在大家聽得到我講話了嗎 哈囉 哈囉 哈囉各位大家好 我是春春 那 對 那感謝 其實開車 也 思念了啦 那其實 這一次的比賽 雖然就是說 就是我沒辦法參加比賽 可是 這部分我還蠻感謝 就是說 賽事有準備 就是這麼的完整 然後 當時那時候 鮑哥就是問我說 要不要擔任賽品 那其實那時候 我心裡是蠻激動 我就直接說 我可以 然後我打了十次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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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 我覺得說 我終於就可以為開演車 盡一份心理 就是說 其實蠻感動 有這次的機會 可以讓我擔任 以賽品的那個身份出發 賽品組合身份出發 然後為大家服務 那其實 在這部分 我有看到蠻多人 在聊天室留言 或是在我粉專留言說 就是你們的鼓勵 一些 就是說一些 覺得我的播報的部分 哪些需要做改進 或者說哪些部分 你們還蠻喜歡的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其實蠻感動的 然後再來是這次的比賽 其實我看到 其他很多業員團隊 以及職業團隊 都改變了很多 因為其實我們開演車 去職業團隊 基本上我們是 沉澱了一陣子 沉澱了大概一兩年吧 那時候既然開演車已經 最近的話 是不會留很多人 然後 因為這次的比賽 又拉回了 拉回了很多 以前的觀眾 甚至職業團隊 包含之前很多職業團隊 都有回歸來玩這個遊戲 然後 真的很感動 有這次的比賽 很感謝這次的賽事 當然感謝我們的 那個 主播賽品 以及我們的黑糖 然後賽事的全部的所有 大家 對 那 真的很感謝這一次 那其實希望未來 有更多的賽事 可能能夠持續舉辦 舉辦下去 OK 那就 這樣了 謝謝大家 嗨 換我啦 我是葉宇 那 真的 跑跑 跑跑能在 這 這 最近這段時間 回歸這麼多人 真的要 感謝我們的 蕭超頓豪哥 實況上 帶那麼多人回來 對 那 現在的觀眾數 可能還比 當時 電競最後幾年還要多 對 讓我 很 很 內心很激動的事情 我也 我也 自己也很謝謝 橘子啊 辦了比賽 然後 豹哥自己也跳出來辦了比賽 贊助那麼多錢 跟小草 一起辦了這個比賽 那 也找了 黑糖 那 根部過程最辛苦的黑糖 幫助人 幫助 這次的賽事 沒有很精美的畫面 很好的 好的 很好的 很好的 美工 你們所看到的 你們 後面上所看到的 都是黑糖自己的 努力 對 那 當時 鮑哥找我 鮑哥 鮑哥 很隨口問了一句話 問我要不要贊助 那 我也是很樂意的 直接說 哇 用 我也贊助了一點點 那 他們 缺主播賽評的時候 我也很得意 我也直接跳出來說 我可以賽評 我直接這麼說 但其實 我沒有任何的主播賽評之一 我就是 也想 也想跟鮑哥 一起對這個比賽 對 我的努力 只是一點點 跟他跟他比起來 不算什麼 但我也想盡一份心理 就是在這個 卡丁車輔助 因為我真的也很喜歡這個遊戲 對 那比賽我也很精密一點 我很精密 我真的很精密一點 不過我們隊友都是 雖然說 最後結果 可能 不是很完美 但我覺得還不錯 至少努力過 大家都很享受比賽 不管哪一隊 不管哪一隊的選手 大家都經歷比賽 給大家看一個這麼 精彩刺激的賽事 真的 我覺得 我自己是很感動 自己是很感動 那這邊 也是 也 也 特別謝謝 投仁希望給我的大家 特別謝謝給我 投仁希望給我的大家 無論之外 包括 上選評價 我也很意外 都謝謝大家 對我的支持 希望大家以後 繼續支持 卡丁車 這款遊戲 支持每一位選手 不管是前職業 還是現在的業餘選手 每個人都需要你們的關注跟鼓勵 所以 就這樣 我們有緣就再見啦 掰掰 好 我們請下一位阿貓 阿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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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在開實況的 沒有開實況的 跑寶選手所以其實剛回來玩 花了蠻多時間在在拉 拉自己程度上來的 對然後也找報哥做很多練習 我會準備很多資料跟 夜影他們做分享那也希望說 之後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卡丁車還有是 小草他們夜影他們跟報哥他們的 實況那也 因為你們有支持然後有這個人數 然後我們人數上來的話 遊戲官方就會重視這款 遊戲所以其實 最大工程就是我們觀眾所有的 大家朋友還有我們實況主們 希望說大家可以一起 為這款遊戲做更多的努力 謝謝大家 沒有人Cue我是不是我自己講 沒有人Cue我是不是我自己講 歡迎上 十周年比賽 主要還是真的蠻感動還有這麼多人 在支持我們 跑跑這款遊戲 因為 因為 從14年 漸進結束之後 15年整個 跑跑是幾乎完全沒有任何比賽 然後也沒有聽 有人說 就是在討論 跑跑這款遊戲 然後一直到16年 我當完兵回來吧 看到爆哥啊 小草 蘇月他們 直播 人數都很多人在看這樣 才知道原來跑跑這款遊戲 還是蠻多人在關注的 然後我 因為真的是 隔太久沒完吧 隔太久沒完吧 跟這些 陸服的高手們比起來 從先斷的時間真的太久了 然後跑起來真的很吃力這樣 然後跑起來真的很吃力這樣 然後也蠻 蠻 蠻 感謝 爆哥的啦 因為 沒有爆哥 拉我去比 GRY 或參 參 這次主辦這場比賽的話 我應該也不會 就是回來 回來練習這樣 你講完了嗎 好啊 你講完了齁 陳永泉 我知道你在看 趕快買一把Zoe 趕快回來練 好不好 保羅 我知道你在看 好啦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賽評主播 還有選手的代表 都已經在這邊 講完一輪了 然後我們今天的 比賽也差不多收官 要告一段落了 好不好 然後我們在這邊 做個收尾 十年飄移 因為有你 我是爆哥 我是小草 嗨 我是索月 大家好 我是純純 我是葉瑩 好乾喔 可以可以再RE一次嗎 你可以從家來 好再一次我們再一次 我們再一次 尷尬 好來喔 阿貓 阿貓先出聲 阿貓先出聲音 我覺得 我不會看到 走得太多 幫我 沒看到 沒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